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吉他的刷咒跟和弦的按法 吉他在刷咒的时候呢 右手要呈扇子在三峰的感觉 不要这样子动 所以变成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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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弦的时候呢 picker要稍微放松 不要捏得太紧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符号 六线谱呢 上面的弦是第一弦 是代表高音 下面弦代表低音是第六弦 所以箭头往上的时候 代表由低往高拨 箭头往下的时候 代表由下往上拨 有一种层曲线呢 我们称作爬音 代表六弦呢 慢慢地往下拨 或者是这个叫爬音 还有一种呢 是叉叉的部分 我们把它当成低音部分 拨弦的时候呢 可以拨四弦三弦都没关系 因为这上就不要拨到第一条弦 出来就变pom 所以我们养成习惯呢 看到叉叉的时候呢 唱成pom 看到箭头往上的时候唱作 然后箭头往下的呢 我们唱作拉 然后曲线往上的时候 曲线往下 好 常用的有这五种 大家一定要看熟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和弦的按法 跟图示的看法 和弦图表呢 在右边呢代表第一弦 C的弦 在左边代表第六弦 出的 以C和弦为例 我们将无名指按住第五弦第三格 要让你的手指头靠近琴横 中指按第四弦第二格 食指按第二弦第一格 然后一定要立起来 不能碰到隔壁弦 所以六条弦都要发出声音 不能这样子 好 中原和弦按法呢 我有一个技巧就是 把拇指放住第二琴格 食指呢 放住第一琴格这边 然后刚好这样弯过来 成这个角度 初学者常用的和弦呢 建议六个 第一个叫C和弦 第二个叫A minor 第三个F major 7 第四个 G7 第五个 E minor 第六个 D minor 好 注意一下 D minor的第六弦上面 有一个叉叉 这时候那个音代表 B弹音 不能让它发出声音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 左手拇指 是轻碰第六弦 所以这时候呢 就可以避免它发出声音来 对初学者而言呢 和弦的按法 往往不是困难的 最困难的是去变换它 第一个呢 在变换和弦的时候呢 一定要以两个和弦为一组 比如C跟A minor 慢慢练 放慢动作 让你的肢体慢慢去习惯它 在变换的时候呢 要把手的力量放松 如果不需要换的手指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换需要跟动的 相同指形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同时抬起来 移上去 好 遇到比较复杂的 我们可以踩分解动作 原则上中指去跟着无名指 所以FG7的时候 我们把无名指往上移上去 中指会自己跟上去 按下去的时候 食指会下来 一 二 一 二 这样子换 好 换的时候一定要一组一组 慢慢练 然后手腕记住要跟着转 不要这样子动 然后一定要立起来 接下来我们以范例1跟3来做示范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